非选区议员贝里安在修会冬议演讲中表示 我国可以探讨投资和出口新工业 例如都市农业和生产太阳能 贝里安表示 有关当局应该采取主动栽培本地中小型企业发展新科技 贝里安也说 如果能突破局限 新加坡就可以有所发挥 贸工部政务次长刘彦霖回应时表示 贸工部正同其他机构合作 发展这些新兴领域 未来经济委员会也在确认其他新领域 希望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